这篇跟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设定萤幕保护程式 开启系统编号设定 选择桌面与萤幕保护程式 选择萤幕保护程式 首先看到左边这个地方 有好几个换灯片秀的选项 浮动 折纸 滑动面板 我们可以在右边的预览视窗中 看到幻灯片秀的显示 如果用滑鼠点选以下预览视窗 还可以变成全萤幕预览 点选一下滑鼠或者移动一下触控面板 就可以回到桌面 接下来选择幻灯片秀的来源 选择最近使用过的iPhoto事件 这个选项是iPhoto最近使用过的相片 可以直接变成萤幕保护程式的幻灯片 接下来 接下来 预设集合是Apple预设的官方钢袜子图片 接下来是选择档案夹 我们选择正常这个资料夹 按下选择 正常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图片 全部变成萤幕保护程式了 你可以把自己想要的相片 放在一个资料夹 然后用这个方式 让这些相片变成萤幕保护程式的幻灯片秀 接下来选择照片图库 我们选择刘亦菲这个相簿 按下选择 刘亦菲这个iPhoto相簿 全部变成萤幕保护程式 iPhoto管理的相簿 可以用这个方法 变成萤幕保护程式的幻灯片秀 接下来的 随机幻灯片秀顺序 意思就是随机播放资料夹内的相片 将同时显示时钟打勾 我们点选一下预览 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的数位时钟 启动前闲置时间 是指 我们没有操作触控面板 键盘 滑鼠 然后经过多少时间之后 就会自动进入萤幕保护程式 这边可以自己按照需求来做选择 接下来是热点 热点的意思是 将滑鼠移到萤幕的四个角落时 就会触发预设的应用程式 我们点选一下右下角的选单 选择启动萤幕保护程式 选择好 选择好 接下来将滑鼠移到萤幕的右下角 这样就进入萤幕保护程式了 接下来介绍如何在启动萤幕保护程式之后 需要输入密码 才能解锁萤幕 点选 显示全部 选择 选择安全性与隐私 在进入睡眠或开始萤幕保护程式后 唤醒电脑需要输入密码 这个栏位打勾 打勾之后就会出现这个选项 我们选择立即 我们选择立即 现在将滑鼠移到右下角 启动萤幕保护程式 我们移动一下滑鼠 停用萤幕保护程式 现在出现登入视窗 输入密码 这样就进入画面了 设定好萤幕保护程式 可以让你的画面更加丰富 也可以延长萤幕使用寿命 谢谢